正值考試季節 學生們都臨急抱佛腳開夜車 直揚政府即使願意開快車 都未必能夠最後充斥 任期只剩下兩個星期的行政將官梁振英 為了趕在落任之前 在成功爭取再多一個項目 加開特別行政會議 再討論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 試圖閃速解決腦大難的問題 不過最終都是徒勞無功 政圈對於梁振英 能夠在兩個星期之內 就著方案達成共識 不敢到樂觀 一來時間太過闖絕 二來勞資雙方對於目前正在討論的方案 都不滿意 期望後任特首林鄭月娥上場之後 可以突破目前的困局 梁班子都說他感受到冷對待 我們聽聞政務司司像張建宗 早早急召五大商會代表會晤 逐間指出政府提出的原方案 林鄭月娥其實是總設計師 在場的人都聽到都覺得 意味林鄭上場之後 方案都不會有大變 呼籲大家都先代注 不過一班商界仍然心存希望 覺得林鄭已經變身做特首 即使心系基層 都要平衡各方的利益和意見 所謂屁股指揮腦袋 有信心她不會硬推一個 商界不接受的方案 堅決反對現在代注 上集正程亦都報導過 工聯會鄭耀堂在星期二的行政會議提出 先取消對沖遣散費 後再取消對沖長期服務金的方案 勞工界認為只要將計算的方案 返回月薪的三分之二基本部 而不是梁振英提出降低到一半的方案 就有商量 但具體怎樣落實 都是要等待林鄭月娥的法落 取消對沖的競選承諾 勞工界向梁振英追訴 追了四年多 現在梁振英終於找數了 勞工界又希望她可以後數 由林鄭月娥代她埋單